今天我要介绍的这台车有一个重点之一 那就是这个 La Nova Dolce Vita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走 现在就带大家去探戈究竟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Ferrari Roma Roma 是Ferrari 去年放眼全年发布5款新车中的最后一款新车 在去年10月发表 而如今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市场 什么是Nova Dolce Vita 它其实执意的话是新甜蜜生活 New Sweet Life 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字眼其实是五六十年代盛行于罗马 一种优雅无稽的独特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而如今Ferrari 就想要以这台Roma 来重新定义 还有换起这罗马式自由自在的奢华风扇 作为这个Ferrari最新的入门GT跑车 这个Roma 它采用了中前置的引擎固执 那其实它的定位是和Portofino有点接近的 但是它多了一个硬顶的设计 而在外形上它整个是看起来更加的优雅时尚 Ferrari 把这款新车称为2 Plus 车型 其实是2 Plus 2 啦 但是很明显的 因为后面的那两个2 seaters 那两个座位 并不是重点 只是一个附加品给你放东西之类的 所以严格算到来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Full seat 因此原厂才会有这个2 Plus 的名称 而这个Roma 也是既575 Maranello 360 Modena California 还有Portofino 过后呢第五款以地方命名的车型 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意大利罗马的意思 Roma 在外形上这个Roma 采用了简约式的风格设计 这个设计师呢他就试图通过去除多余的通风孔 还有装饰 来维持这个整体外形的这个简约和优雅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一个 Elegant 很高贵的感觉 并不像一贯的这个Ferrari 的设计风格 在看之下这个车头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像这个Aston Martin 其实不然 其实这个前脸造型呢是Ferrari向1962年推出的 Ferrari 250 GT Berlinetta Lusso 以及250 GT 2 Plus 2 致敬 当年这两款车呢他其实采用了这个前脸造型就有这个 招牌的这个大型水箱护照啦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头灯组非常的锐利 其实这个头灯组设计呢也是像Ferrari旗下的超宝 也就是Monza SP 限量版超宝致敬 这个头灯组呢采用了这个LED的配置 而你可以另外再选装这个主动式的Matrix LED 头灯 而这个LED 灯条呢日行灯呢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非常的漂亮 碗间的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个下方的这个进气格上 非常的具有战斗格 还有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碳纤维高亮式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ROMA 的一纸版啊 是没有Scuderia Ferrari 动牌的 这个也是50 年代当代设计的一个特征 在车尾部分呢相比起Portofino啦 这个ROMA 就拥有更为动感更为一个时貌的设计 其中这个尾灯组呢就刻意强调这个简约化精神 而被设计成这样 非常的小巧 而且是被这个整个扰流器横灌啊 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一个LED 灯条的设计啊 非常有制高 我觉得在碗间而已 这个电视度也是非常的高 不过相比之下呢 这个保险感设计部分呢就比较Ferrari 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扰流器设计也非常的夸张 而且很有战斗格的感觉 加上它同样的也是一个carbon fiber 高亮的四板打造而成 而这个ROMA 呢 它也采用了双边双出的排气围观设置 中间的这个扰流板的正中央呢 还有一个LED 刹车灯的配置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运动化 在这个后挡风筋的部分呢 其实你看起来很优雅 但是这个后挡风筋它其实是有拳击的 那就是下方这个部分有这个Ferrari 指标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主动式唯一的设计 而Ferrari 是一样的 那这个主动式唯一呢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速分段调节 也就是会升起 然后有三段的一个角度 这个唯一它有高中低三个角度啦 它其实是根据不同的时速来提供不同的一个下压力 在100km 以下呢 它是维持这个低的角度 而中的部分呢 直到超过300kmh 它都是维持这个角度 至于最高的这个角度呢 则是在激烈驾驶或者是高速刹车的时候呢 它就会启动 来到最高的一个位置 而这台车呢 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也是经过精心设计啦 得益于前方的这个下方 底盘的护板 还有后方的扰流水设计 加上这个主动式的Spoiler的设计呢 在250km 的时候啊 这台车它产生的这个下压力 是比Portofino还要多出95公斤的 作为Ferrari 的入门GD跑车 Ferrari Roma 采用的是一个20寸的轮圈配置 并搭配前方24535 后方28535 的20寸轮胎 至于在刹车系统部分呢 这台车它全方位呢 都是采用这个 Carbon Ceramic 的刹车盘 前方的这个尺寸为390mm 后方则是360mm 刹车卡前呢 我看到前方这个呢 是一个大流活塞的设计 这具引擎呢 就是Ferrari 连续4年 获得世界引擎大奖的 3.9L V8 双无轮这样的引擎 那这个Ferrari Roma呢 搭载的这具引擎 在打这个98 Octane 的汽油之下 可以产生620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能力则是高达760Nm 在搭配这个原汁SF90 Strada 类的 8速 F1 双离合变速箱之下呢 它0-100 的加速只需要3.4秒 比那个 F8 推幅多呢 是慢了0.5秒啦 0-200 的加速 9.3秒 至于极速方面呢 则是超过320km per hour 那值得预期的是 这个新的8速双离合 像比之前的那个7速的Dual Clutch 是轻了6公斤的 哇 果然是 GT 跑车 这一个椅背啊 做起来舒服多的 如果说 Roma 的这个外型啊 备受争议啦 就有人觉得它不够Ferrari 那这台车的这个内装部分 就是一致备受好评了 首先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中控台设计 完全是采用一个 与之前Ferrari 截然不同的 一个设计风格 之前的这个Ferrari 车款 在那一专部分 可能是比较 具有战斗格 就比较一个 Driver Oriented 的设计 但是来到这个 Roma 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间 延伸到两边的这样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设计理应呢 其实是要为这个驾驶者 还有副驾驶 各自创造一个独立 而且平衡的一个专属空间 而这个方向盘呢 也是最新的一个Ferrari 的设计啦 它有个理念 叫做 Eyes on the Road Hands on the Wheels 意思就是呢 这个司机啊 只需要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它可以专心开车 然后所有主要功能 都可以透过 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完成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司机不需要分心去 把手伸向中控台 另外进行操作的意思 最续一部分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 这个ROMA 的中控台 是非常的有质感 和我以往看到的Ferrari 身体 稍微有一点不同啦 首先它拥有这个大量的皮革包袱 然后下面这边呢 还有这个Alcantara 的一个设计啦 整体看起来质感是加分的不少 比较有奢华的一个气息啦 这个仪表盘啊 根据我看到的这个Spec啦 它的尺寸为16寸 而且是全高清的 中间就有传统Ferrari 的这个 转速表的设计啦 旁边就是显示其他资讯 但是它可以进行客制化 就是如果你要把整个Screen 变成这个导航系统 都没有问题 那除了前方这个全液晶仪表盘很酷以外呢 我觉得中间的这个触控屏 也是非常的酷炫啦 这个8.4寸直立式的屏幕 看起来有点像iPad这样啦 那其实这个Touchscreen 它基本上是囊括了所有的主要功能啦 你可以透过这个触控屏呢 来操作像是导航系统啊 恒温空调啊 还有最主要的娱乐系统 都是透过这个Touchscreen 来完成的 至于下方这个非常漂亮精致的这个 我不懂这个叫什么啦 这个档位咯 就是档位 这个设计呢 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设计来的 是像以前的Velary的车款 致敬的一个设计 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和SF90 Stradalex 是一样的 那我个人是蛮喜欢它的这个 触感啊 质感啊 整个操作起来感觉就很好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除了这边有Screen 这边有Screen 以外 其实副驾驶前方也是有一个Screen 但是这个Screen呢 是Optional的 就是你要另外价钱选配的啦 这个Screen呢 同样也是可以操控大部分的主要功能 像是刚才我说的导航啊 娱乐系统啊 还有的恒温空调系统等等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Screen 完成 所以其实这个副驾驶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操控权的 这个方向还有一个主要功能啦 就是这个拥有5个Stage的 Manettino 驾驶模式 它相比Portofino的Portofino 只有3个 而这个ROMA 它是有5个的 最主要是多了这个Race模式 ROMA 的车重为1570公斤 相比起Portofino 它是轻了73公斤的 它也是首款导入这个Side Slip Control 6.0 侧滑控制系统的Ferrari GT跑车 之前这个东西呢 是在Ferrari其他的超跑程上才有的功能 最后一点 这个奢侧的GT跑车 开车门的方式也是蛮特别的 它是用一个Button 按一下就看到了 既然是GT 那我们要说一说实际性方面 这台车除了后面多了两个可以放东西的座位以外 它的尾箱空间的容量是272公升 而后座的这个座椅其实是可以进行倾倒的 在倾倒之后呢 它的尾箱容量就达到了345公升 而时下大部分的小强炮的尾箱容量是接近的 那这个Ferrari Roma在我国的售价为96万8千令吉 当然这个价格是不包含税务 而且也不包含这个Optional item的 同样的依照Ferrari Malaysia的传统 我国所有Ferrari新车的Optional的部分 你是需要最少一个20万令吉的门槛起跳的 所以加到来大概是一个110多万起跳 而且是还不包含税务哦 这个价格呢其实相比起Portofino的话 是贵了一个2万令吉的 那2万令吉你要选这一台看起来造型比较优雅 比较漂亮比较时尚的ROMA 还是选择这个有开放选项的Portofino呢 这个就看你自己了 那这个ROMA的同级对手有谁呢 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个Neclaren GT了 然后还有就是Aston Martin的DB11 或者也有些人说是这个Vantage啦 以及Mercedes AMG的GT 还有Porsche 911 Carrera 这几辆当中你会选择哪一辆呢 如果你问我会选择哪一辆 我觉得我会选择这辆 因为它的造型真的是太优比较了 很适合我今天的这个装扮 而且重点是它启动引擎的话是非常的特别哦 Touch screen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车介绍 那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想要看我们四驾Ferrari新车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其实前天是我的生日啦 那这个算是我的生日礼物 所以我走了 拜拜